福建省政协12届三次会议1月10日在福州开幕,在今年的福建省两会上,深化民港民澳交流合作,加强港澳青年与内地青年交流等,成为了与会的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和特邀委员热议的话题。 福建与港澳有独特的亲缘优势,在香港居民中,敏级乡亲达120万人,占香港总人口的六分之一,澳门则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敏级乡亲。 与会人士表示,在港澳的敏级乡亲既要搭建合作的桥梁,也要为港澳的繁荣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。 看到家乡发展也在变化,也在变好,我们澳门也是因为回归祖国以后才变好的,其实很多方面,包括旅游方面,包括文化交流方面,高科技这一块也可以互动,因为澳门可以作为一个国际的中间中转,就交流会越多的话,可能就越深入,对澳门的发展是更好的。 近段时间以来,香港社会纷争不断,暴力活动不断,不少港区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分痛心,他们也呼吁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这个不是一天一夜的事情了,这个是我们长期需要做的工作,那我相信我们接下来只有继续坚定我们的意志,我们不断给他们讲中国故事,我相信这个时间会证明一些。 近年来,福建省政协持续拓展港澳工作的领域和深度,密切与敏及港澳爱国社团的联络联系,建立定期走访港澳委员制度,往上发挥港澳委员作用机制,深化港澳委员内地形活动内行,扩大港澳青年八名文化之旅品牌效应,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的力量。 预会人士表示,应加强文化交流,增进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、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。 青年交流其实很有必要的,因为香港现在这个年轻人嘛,现在这几个月来都是发生了很多事情,应该让香港的这个年轻人多来认识中国的文化,让他们更有信心。 奥文他的青年总体来讲是爱国的,爱澳的,我们也经常组织我们的青年回家乡参加夏令营啊,了解家乡的文化,祖国的这些建设啊什么样的,互动还是蛮多的。 记者了解到,福建省政协12届三次会议于1月10日至1月14日在福州召开,福建省1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也将于1月11日至1月15日举行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